这一题 苗栗跟宜兰的总人,就是职工人数 那也就是说,如果 这边当然你会发现,他有苗栗线 主要是找苗栗线的 跟找宜兰的 而且最近苗栗好像 新闻蛮热门的 听说,有个苗栗,不重要 反正主要是找苗栗 然后这个苗栗部分的话呢,就是 首先当然这个地方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如果用刚刚那个SUM来做的话 第一个呢 其实一样,Range,这个Range SUM Range,职工人数 关键在这里,Criterium 那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找苗栗和宜兰的话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你要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当然这个要第一个,我们一定先找苗栗 后面的话,加一个信号 因为字数很多个 我们就不要说 还要用问号的话,一二三四 那倒不如什么,你干脆用一个信号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还有宜兰怎么办 特别注意,因为Criterium只支援一个条件 它目前呢,没有支援两个条件 所以其实我本来的想法说,那是不是这边应该要支援一个叫偶尔的函数 偶尔,然后先第一个 再逗典第二个 叫宜兰 后刮火 可是我试过,因为它没有支援 我在想 其实应该它要这样支援 这样就可以两个以上条件 可是问题没有怎么办 没有你就要想别的办法 OK,因为它里面没有支援 这边注意,这个地方没有支援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没关系 你就干脆先做苗栗 苗栗做完之后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公式 复制Ctrl C some if 不断续等号 然后把它加上什么 贴上 把这边改什么 改一栏就好了 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这样来处理 会是目前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OK,因为它没有支援 如果将来这个Savif 它有支援 它有支援 偶尔跟end的话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 可是目前没有 那我们只能这样做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你们将来 不管是不是使用Excel 其实 主要你们要学习的就是 像函数 它能做什么 它不能做什么 OK,你不是说 它无限上刚什么都可以 没有了,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做不出来的话 你总要想别的办法吧 OK,所以 其实我们学VBA 主要是解决什么 解决 函数 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个部分 或者是说即便有那个函数存在 但是做起来非常麻烦的话 那我看 干脆你就直接写VBA算了 为什么?因为 这个公式里面你只能写这样 当然如果假设 所以刚刚提过 VBA主要存在的目的 真的就是解决 很多地方真的是Excel 函数或公式 它实在是太麻烦的那个问题 可是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转换 所以第一个 我们假设写完了42个没错 如果说我要把它改成跟刚刚一样 VBA的话 OK,所以 VBA 把它复制就是 这个Ctrl键 按住 拖拉加 加一个Ctrl键 它就是复制工作表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把工作表复制一个 改名称 点两下改名称叫VBA 意思就是如果我这边要把它改VBA来做的话 这要怎么做呢? 当然其实它的 程式语法 跟刚刚那一题还蛮像的 有没有 然后呢 只是差别在什么? 刚刚那个是前面两个字 是 前面两个字是产现 那我们也是找前面两个字 可是我们找前面两个字 它 这边要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苗栗,一个是仪然 那问题是3米5不支援偶 可是问题VBA有支援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把它改写成VBA的话 你不用做两次 你只要做一个回圈就好了 所以程式该如何写 那我大概讲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 第一个 我们 把这个名称先复制好 因为我拿这个当它的那个 Sub名称 所以 开发人员一样 Viso Basic OK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一样就是 那个我们的 这个 VBA的专案名称 记得不要写在人家下面 要写在自己家里 所以我们现在是哪个档案 这个档案 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 所以记得呢 请你在VBA Project 这边按右键 插入在自己家里 OK 是自己家里的模组 但问题程式如何写 我是建议你干脆有几个方法 其实呢 刚刚的逻辑 这个逻辑跟刚刚这一题还蛮像的 所以我建议你刚才把刚刚这一题的产现人员工资之盒的程式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它贴到 字旗的这边贴上 名称改一下 这个名称呢 我把它改成这个 叫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 把它贴上 OK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程式该如何修改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 还蛮多地方都一样的 所以呢 程式 不需要重写 你只要拿来改就好了 所以第1个 sum一定有 回圈范围 for i 等于第2到第10 所以改成10 OK 范围改 第2个的话呢 我要找的是什么 前两个字 是产现 不过我要找的是前两个字苗栗 所以呢 其实你会把语法一模一样 这个指的就前两个字 前两个字是 苗栗 来改的就好了 苗栗 应该会 苗栗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些地方 假设你程式暂时不会写 至少你要有相 类似的 范本 你用范本 来修改 其实可以改出非常多花样 OK 再剩下来就是你要了解 要怎么改 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他现在只有苗栗 所以找到只有苗栗 但问题呢 我如果还有 那个什么呢 仪栗的话 那后面该怎么改 那我讲过 因为VBA有支援 这个if后面可以加or 跟加end 就是那个连击或交集 可是要怎么写 其实特别注意 很简单 在这边加空白 再打一个or 就可以 或 什么呢 宜栗 宜栗的话呢 怎么写 请你把这一行 复制到后面 改成苗栗 改成苗栗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呢 把它复制 Ctrl C,Ctrl V 然后把这边改成以栗 那如果未来你还有第三个 你就再复制 再贴到后面去 如果他这个 长度可能有点 太长了 那如果你要交集的话 那你就end 如果要 苗栗 而且 也要宜栗 那当然 这个 就是可以把它改成end 可以改这个地方 就ok了 好 那改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要改哪 如果他这个 是苗栗或宜栗 的话 那我就 把他累加 累加什么呢 职工人数在b 所以这边记得把这边改 改成b不就好了 然后呢 其他的最后 都帮你跑完了 然后丢到哪里呢 丢到第2 所以这边把这个第2改成第2 然后就把最后累加的这个职工人数呢 帮我再丢到第2除专格 成事 就 写完了 其实应该讲是改完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说真的 很多东西啦 你不会写 没有关系 大部分刚开始就是人家写好的你拿来改就好了 就真的 很多时候 然后 真的还是需要有前面有人在 在前面提供一些参考 不然的话后面的人 其实就会比较轻松的 如果没有你就要重新再去想这东西 OK 好 其实这东西网路上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参考 有如果 找不到的话 也许可以提出来问 也是OK的 反正你其实也没什么太复杂的语法 大概写 好写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看这个结果 OK我们刚刚看到的结果 这个 丢出来的结果他应该是42 那如果我今天透过VBA来跑的话 结果会不会是42呢 你将来要不要加按钮 其实看你 如果你只是要执行一次 在旁边有没有按钮都没关系 因为跑完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这个跑完就好 那我们就在旁边执行 这个结果的话 他一样是吧 加总的结果 丢到这边 结果就是42 没问题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 这个011的这个 城市基本上 没有 做 什么 太部分 其实改回宣范围跟改那个 顶多是加一个偶尔就可以了 OK 那 感觉起来 其实也没有 太困难 OK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011这个 苗栗宜兰的部分 那反而VBA他有支援那个 连级的部分 偶尔 会相对的会简单一些些